日本兵给中国老太太包扎伤口,但老太太肩上的手暴露了日本人的目的,可能是想创造一个欢迎皇军的场面,但是,拍摄被认为是失败的,原因是老太太的表情看不出欢喜,而且后台有一个日本兵的表情不对劲。 虽远,日军和当地孩子亲善,但看来孩子的表情不太亲善,这种因为露出了刺刀的照片,被认为失败的照片。 恭喜留下的照片之一,占领九江日军组织百姓,进行反响游行,典型的皇军好,皇军不杀人,不放火,不抢粮食,不过,照片没有被采用,原因是右侧老太婆流露出惊慌表情,不自然。 这大概又想体现一个单石湖江的场面吧,而且告诉中国的女性们自己多么安全,拍摄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,原因同样是中国少女的表情看不出欢喜。 这是一名年轻记者的作品,地点在湖北某地,内容呢?是当地民众热烈庆祝大日本皇军的胜利。 为了表现这个情景,请来了若干成年人和儿童,要求人人在镜头面前露出快意之笑,并高举双手,呼喊日语万岁。 不过孩子们后面十枪便衣使这张照片很失败。